卖古董跟矿石可以帮助我们看人生 特别的物件摆设 橱柜里的矿石 水晶以及古董更显独特 走进店里 沉浸平稳的氛围环绕四周 那在瑞士的时候 我有发现他们有很多这样子的店 就是贩卖一些像水晶 矿石 然后花金 然后一些可以调整自己 跟空间家里的一些能量的这种商品的小店 所以我那个时候 在那趟旅行的里面就有发现说 我自己很想要开一家这样子的店 透过身心灵的课程 与亲自出国的经历 让眼界与新的世界更加开阔 希望带给台湾大众 一个有别于一般生活的休息站 可以好好地放松 好好地充电 其实我们的初衷是想要让自己过得比较自由一点 就是如果想要去旅行就去旅行 然后也希望是说 希望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而不是只是为了生存在工作 因为现代的人大部分都工作的压力很大 生活也很辛苦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以这个概念当基础来进行这家店 编列身心灵的课程 结合之前所学 与现代社会人的心灵平稳做考量 给予一个好的环境一同分享 相互交流 此外还附设占卜与咖啡饮品的提供 让这里成为多元化的复合式天地 那我是在学习这套牌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其实很多是在于自我探索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有提供占卜这个 其实它不是算命 它这个牌 它是让你可以更理清自己现在在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现在大家都比较重视食案的问题 所以我们想说准备一些 像有机咖啡或舒压茶 还有一些比较健康的一些清食 然后我们原来的发想是说 客人进来的时候可以一边喝咖啡 然后吃个清食 然后一边欣赏一下 或者聊聊一下这古董 然后水晶矿石的部分 也可以做一个聊天 所以有结合这样的部分在里面 其实矿石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自我疗愈 其实这个我觉得如果现代人很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话 其实是可以好好的就是去学习这方面的部分 应用这些东西当然就是帮助我在跟人互动 在跟这个世界互动的时候 我能有更有智慧的去面对这些事情 像我这个也是在这边买的 所以有时候我就来这边走一走逛一逛这样子 让城市忙碌的人们停下脚步 在这里适当地沉淀与片刻休息 给自己生活的压力一个喘息的机会 慢慢地拾回精神和体力 再迈向下一个人生挑战 我们其实想要提供就是一个环境说 至少比如说来的人 我们就是把他当朋友一样 然后他来到这边可以放松跟充电 那没事的话 像目前我们已经有很多客人 他们回来其实就是只是来喝个咖啡 然后放松休息一下 那他就可以再回到他的职场 或生活上重新再出发 因为现在人的压力 还有一些情绪上面的问题 造成的身体的 还有心理上面的不健康不舒服 所以我们希望来到这边 他们可以很放松 然后就是得到一些比较宁静的一个 安心的一个空间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